我们再次同行祷告 是的主 在人生的道路中 好多时候 我们无法预算 明天的路程如何 在人生的变动之中 我们进入到 农历年 新的一年 我们相信 不论明天道路如何 有主的同在同行 才是最终的 最重要 最蒙福的事 今天早上 我们一起来思考 在不可知的将来中 我们有一位 稳稳握住我们的手 带领我们前行的主 愿主今天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经历到神自己的同在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在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 因为这个环境 无法预算 所以我们今天 在整个聚会当中 也有一些的改变和鼓励 我们第一改变 不握手了 其实我们也是握手了 不过不是握别人的手 是握自己的手了 我们用这个方式 表达我们的关心 祝贺 那么第二个改变和鼓励 就是鼓励大家 聚会的时候 能够戴口罩 那么我们在门口 也会预备口罩 若是您没有带来 忘记带来 我们门口就会提供口罩 我也有一个 只是在讲道的时候 戴起来有点奇怪 或者你听不清楚 所以我讲道的时候 就把它拿下来 那我们可以 在这一个变动之中 我们也就各自来自我保护 也是保护别人 我相信这也是 合神心意的一个爱心行动 今天是大连初二 愿主赐福 在新的一年里面 不管环境如何 我们都能够经历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的 这段经文 我给他一个题目 叫做五福临门 是吗 新年我们都喜欢吉祥话 所以有人编了一套吉祥话 他说我愿意你今年 一帆风顺 下一句你可能说是什么呢 双喜临门 三阳开泰 你说下一句是什么 四季平安 然后五福临门 就是我们的题目了 六处兴旺 现在我们不养牲畜了 不过这是传统一个祝福的话 是不是 那么七美献寿 八方红柴 好不好 不错 那么最后两句 我相信你一定会补上去 九是什么 长长久久了 那么十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 十全十美 是我们都乐意见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们的家中 不过祝福的话 永远是一种期许 对吗 期许的意思就是 希望它会发生 希望它会发生的意思就是 不一定会发生 假如一定会发生 我们就不会拿来当成祝福话 是不是 譬如你今天大概不会祝福说 今天十一点十分 吴牧师就要结束了 你这个是期许还是会发生 大概会发生了 是不是 今天中午 祝福你中午有饭吃 大概不会这样祝福 因为这个是 大概九十九点九九 都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会用 这一类的事情 去祝福人家 我们祝福人家的都是 期许 但愿如此 希望如此 于是我把你的希望 我的希望 一起向你祝福嘛 既然如此 当我们向人祝福的时候 其实反过来看 也就议会者或者暗示者 有些事情不一定 如我们所愿的发生 今天我们看了一段经文 的确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 看见了一个离我都不愿意发生的事件 记载在圣经之中 那么再次说 我们这一季会来一起思考 路加著作 对吧 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那么接着我们这个进度 就看见今天的经文了 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 十二到十六节 刚刚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 其实了 那么耶稣在周游 这个各城各乡的时候呢 就遇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这位长大麻风的人 看见耶稣 俯伏在地 表达出他非常的敬畏 然后呢就求耶稣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大麻风对主的能力非常有信心 于是他发出一个内心的恳求 耶稣伸手摸他 说我肯 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大麻风不只是一种皮肤病 其实更是在当时的人群中 认为有宗教意义的 那就是这是一种不洁净的病 所以麻风病人通常都要远离人群 那么在旧约时代呢 麻风病人是不可以跟族人住在一起的 他必须住在营外 营外的意思就是和族人分开住的 这个叫做隔离 其实这个医学观念到今天我们还用 最近这个肺炎的事情就让我们看见 这件事情 这个卫生观念 其实在旧约早就有了 就是隔离 所以麻风病人不可以跟族人在一起生活的 必须隔离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群人 心灵中的孤单 心灵中的被切割 是吗 那么这个麻风病人 这次鼓起勇气 来到耶稣面前说 主若肯一定能叫我接近 一定能叫我这个病医好 耶稣说 我肯 于是耶稣就伸手摸他 我肯 然后结果真的就医好了 那么当然耶稣是神的独生子 凡事都能 无所不能 他当然可以医治这个大麻风 那么医治完之后 就发生了下面的经文 耶稣还对着这个麻风病人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 不要让人家知道 原因耶稣来不是为了出名的 耶稣来是为了拯救人类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看 又为你得了洁净 照着摩西律法 这在立位纪规定的很清楚 要献祭 然后呢 作为一个证据 让人知道 你的病好了 不过呢 虽然耶稣千叮住 万叮住 不要告诉别人 但是经历过这种 这么大奇妙改变的人 哪里会嘴巴闭起来 是吗 于是就 我相信这里没有记载了 他越发宣扬了 于是他的名声 耶稣的名声就越发传出去了 不得了了 一大堆人来跟从了 为什么呢 指望他的病也得到医治 看到这个麻风病人好了之后 我也去排队 为什么呢 我圣节时 为什么呢 我山高 一大堆人要找耶稣 不过十六节记载 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耶稣来的目的不是出名 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挽回人心 就在一片被拥戴的这种气氛和场景之中 耶稣选择的是退营 好了 吴牧师你说今天要讲五福灵门 怎么讲了这一段经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 我按照顺序要讲 刚好今天排到这一段 不过我的确看到这段经文里面 有五种福气 我们一起找好不好 等一下 但是呢 我现在回头过来 当我在去年预备经文秩序的时候 我总不如是没有想到 绝对没有想到 最近的这个 这个武汉肺炎的这种局势 是不是 不过我相信神有神的旨意 要我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 带领我们思考 在这种的一片哀鸿的 这种的情况中 就好像这个麻风病人 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势 那又怎么样从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一种安慰和盼望 以及应许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五种福气 我整理一下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好不好 第一种福气 叫做 叫做什么呢 耶稣与人同在 是不是福气 是不是福气 是啊 这件事情会发生 因为耶稣周游各城各乡 耶稣愿意与有需要的人同在 所以才可能发生一切的事件 因为耶稣愿意与人同在 这个叫做陪伴 人生需要陪伴是吗 但是 人生的伴侣 有的时候 有长的 有短的 有不同时段 小学生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一个很好的小学生的朋友 常常跟他讲话 小孩子的话 那么我们当年读书 还要背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个 老师要安排一段书 每天会去背一段 然后明天就要背 有时候是老师抽背 有时候老师太忙了 你们两个两个彼此背书 然后呢我找的永远是他 他找的也永远是我 那么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永远背得比我好 是啊 好朋友啊 不过小学一毕业 就分散各三东西 大概三十五年之后 我第一次再看到他 哇 好高兴啊 不过 我们发现 三十五年之后 各有各的人生 各有各的经历 各有各的遭遇 过去的那种陪伴感 其实完全失去了 因为好多时候 差异越来越大 人的陪伴是有限的 随着时间空间会转变的 是吗 那有谁可以伴你 伴我一生 直到永恒呢 只有这位我们的主 那么耶稣愿意与人同在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福气 是吗 我们有主同行 刚刚唱了一首诗歌 真是感谢主 不是我选的 不过我也很想唱的 刚好唱了 就是我们刚刚唱的 哪一首呢 耶稣 耶稣同在 就是天堂 我们可能在不同的遭遇 不过那个遭遇 不管怎么样离奇 不管怎么样不想看见 不过 耶稣与我们同在 在那个遭遇之中 也是天堂 因为愿意 耶稣愿意与人同在 第一个福气 第二个福气 当然了 在这一段经文 给我们看见了 就是这个麻风病人说 主肉肯 一定能够洁净我 把我的病医好 结果耶稣怎么回答 我肯 愿意医治 太好了 这个什么呢 就是说耶稣非常愿意 这个叫做有心 有心人世上不一定很多 不过人生需要有心人的陪伴 有心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心者就是刻意的 愿意付代价的 不是随意的 不是碰巧的 耶稣是刻意的 不只是愿意与人同在 更是刻意的 愿意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 所以耶稣愿意来医治 这是不是福气啊 是啊 就算耶稣与人同在 但是他假如不愿意的话 那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不过当然了 愿意与人同在的主 肯定是一位有心人 他不只是与我们同在 他也愿意改变我们 在某个程度 我们都是像这位麻风病人 不一定得了这个病 而是在这个麻风病人的 象征意义上 我们其实在某些程度 必须要承认 我们也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 是吧 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很多次 每次我都做民意调查 是不是 谁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完美无缺 天下完人就是我的 有没有举举手啊 有的话等一下下去请你签名 是吧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所以也就是用旧约的观点看 这个叫做没有一个人完全 没有一个人和神的标准 所以在某个程度看 其实我们跟这位麻风者也差不多 从这个层面来看 但是耶稣愿意与我们同在 耶稣也愿意改变我们 这是愿意陪伴 更是有心 因为耶稣很清楚地讲 我肯 我肯 这两个字非常有力量 非常让我们得安慰 当你忧心忡忡的时候 当你情绪低潮的时候 你来到主的面前 他的回答是 我肯 这是多大的安慰 因为他这么有心 愿意与我们同行 愿意改变我们 不止如此 圣经还记载 刚刚读的经文非常清楚 耶稣摸他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于是麻风就马上离开他 所以这里看见不只是两个福气 耶稣愿意与人同在 陪伴的福气 耶稣愿意医治 这个叫做有心人的福气 第三个福气是什么 耶稣真的医治了这个病者 所以耶稣不只是愿意医治 是医好的患者 对不对 那么对于有心人而言 那就更重要了 因为他不只有心 还有力吧 是啊 事实上有心人很多 不一定有力 事实上有力人也很多 也不一定有心 有心又有力的 真是少之又少 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 愿意陪伴我们 走人生路 有心有力 使我们得改变的 他不但愿意我们改变 帮助我们改变 我们是能改变的 于是 这个大麻风的状况就改变了 麻风就离开他了 有心有力的耶稣基督 今年也愿意在你的身上 也愿意在你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改变我们 求主恩待 在这种的 有心有力的主的陪伴之中 人生会改变 在这个改变之中 我们就经历到 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相信恩典 期许 福气 我们刚刚都想了 从一到十 每一样都是好的 不过最好的福气 我相信就是 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 不只是与我们同行 是有心有力的 带领我们走人生路 新的一年 求主带领你 也带领我 走这条蒙福的路 所以这里有三个福气了 是不是啊 还有两个 第四个福气 那就是 耶稣离群祷告 离开我们去祷告 也是福气 这个福气太重要了 在人间 假如你遇到一个 有心 有力 又愿意帮助你的人 哇 真是感谢赞美主 于是他就真的改变了你 帮助了你 不过 假如他下面 继续管你 你 继续影响你 或者继续干涉你 因为他帮过你嘛 那你就要好像一种亏欠感 他要你做什么 你好像不得不做 这种约束的时候 我们就体会到 耶稣的离群祷告 其实 也是一种福气 这个福气叫做什么呢 叫做放手 是吗 一个人经历耶稣的改变 这属灵情况改变了之后 我们需要在灵里面长进 当然耶稣随时与我们同在 不过耶稣愿意放手 让这个当时的麻风病人 经历了摩西的律法的规定 于是他的生活改变 于是他的生命改变 于是他要面对他的人生 耶稣带领人 不是与我们同行 把所有我们的事情都做完了 而是与我们同行 使我们改变 之后放手 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 可以经历神的灵的隐灵 神的灵的改变 于是我们可以经历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长进 就好像一个父母 你愿意你的孩子成长 当然生出来的时候 要为他吃 input output都要处理 对不对 进去的出来的都要处理 慢慢他长大了 他可以自己吃了 那你要做什么 你让他自己吃啊 你绝对不会 一个好的父母绝对不会 你不要动手 我喂你 三岁了 我喂你 我喂你 五岁了 他可以要吃了 吃到一桌都是了 你不要吃得这么长 我喂你 我喂你 七岁了 他快要上学了 已经上学了 不要上学 我喂你 我喂你 有这样的父母吗 不会吧 父母也要学习放手 对吗 不然这孩子永远长不大 在灵里面我们都是属灵的孩子 耶稣会放手 是让我们自己去面对 可能在面对的过程中 我们会跌倒 好像小孩子吃饭 满桌子都是饭 不过要让他自己 自己喂自己的过程 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地上就铺报纸吧 没关系了 让他这样子弄得五颜六色吧 没关系了 这里是牛奶 那边是番茄酱 没关系了 他要经过这个过程 才可能有一天 他能够吃得非常短壮 像个绅士 像个鼠女 对吗 没有经过那一个 你整天 我喂你吃 你不要动 手放下 我喂你吃 永远不会嘛 所以我们需要放手 连人间都是如此 鼠灵的事更是如此 放手就是让我们去 面对真实的情况 我们面对真实情况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去反省 才能够去思想 才能够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 判别力 逻辑思想等等 来解决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是吧 当然 耶稣从来不离开我们 不过 耶稣 有时候 祷告的时候 没有回答 哎呀 怎么搞的 刚信耶稣 祷告什么 马上有效 越信 好像越没效了 你知道吗 你刚信耶稣 属灵的婴孩 为你吃东西 慢慢 你不能再吃奶了 拿着奶瓶了 慢慢 你要吃干粮了 这样才可能 灵里面 茁壮跟成长 对吗 是啊 真是如此 我记得我的孩子 他是母乳长大的 慢慢就要借奶了 那么借奶的时候 他实在挣扎得很厉害 于是我们就渐渐的 用一部分母乳 一部分奶瓶这样 慢慢的母乳完全没有了 全部是奶瓶 慢慢奶瓶也要借的 不过他真是每天都要来一个 一起床就要喝一罐 不喝好像不行这样 那么 好了 那就让他再过一段时间 有一天 终于他醒悟过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去儿童主日学 三岁了 去儿童主日学 每个人小孩子都要上课了 然后呢 妈妈我要喝奶 妈妈就给他一瓶奶 然后他就半躺半窝 这样吃吃吃吃吃 结果 喝了差不多半分钟 他发现周围的孩子都在看他 突然他醒悟 没有一个人喝奶 他于是把奶瓶 碰 掉地上 从那天开始 他不再喝了 为什么呢 醒悟过来了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这个醒悟 我多么愿意作为你的牧师 多么愿意今年开始 你醒悟过来 祷告没有蒙垂听 也是一种垂听 你知道吗 因为神愿意让我们去操练 我们继续凭信心走下去 操练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走下去 他不再是为我们吃东西了 他要我们自己吃干粮 所以放手也是一种福气 是吗 四种了 不是还有一种吗 有啊 在中间 好大的福啊 所以下面的时间 我要分享这个了 这些都是好的福气 陪伴我们 用心 有心有力地帮助我们 到一个地步放手 让我们自己去成长 都是福气 而这个所有的福气 在这里 每次我们读福音书 以前我也说过了 前几次 不只是看见耶稣的层面 这是耶稣事迹的层面 也要看见福音书作者的层面 是吗 那么就是路加这位作者 为什么要这样写 那路加这样写 当然有原因的 路加的听众 或者路加的群体 路加的群体有需要 于是路加写下耶稣过去的事情 告诉路加的群体 你看主耶稣能如此地帮助我们 因为在背后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在这段经文里面 包含在里面 虽然路加没有直接写出来 不过他愿意 他的群体在阅读的时候 在传讲的时候 看见这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要了解这个层面 必须要了解 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告诉这个 麻风病人说 现在你捷径了 赶快把身体给祭司看 然后又要为你得了捷径 照着摩西吩咐的献祭 对众人做见证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今天哪一个人生病 住院 那么出院 出院就有欢喜快乐了 哪里还要找牧师 牧师啊 我出院了 我捷径了 然后献祭 没有嘛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这里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旧约背景 旧约背景了解 我们就能够活现地 看到这段经文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福音信息 旧约背景是什么呢 从麻风病人的角度看 先从麻风病人的角度看 当麻风病人 在历位纪第六章 那边记载了 献祭 旧约献祭的一个规则 那就是凡事接触到祭物 祭物是成圣的 但是凡事接触到祭物 人也好 物件也好 这个人 这个物件就得以成圣 这是旧约时代的律法 这个律法背后有一个原则的 那就是一个人能够成圣 必须要与圣洁的源头 直接接触 对吗 不能够间接接触 各位都有孩子的话 你的孩子有一天 也要如你一样 成为一个圣徒 不过他成为圣徒 不是因为你是圣徒 而是这些孩子们 愿意与圣洁的源头 那就是耶稣基督 直接接触 于是他们也能成圣 所以有一句俗话说 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 因为我们不能使我们的后代成圣 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亲自来到主的面前 领受主 接受主 才能成圣 所以这是第一个 于是这一位麻风病人 接触到最伟大的祭物了 希伯来书把耶稣基督 成为祭司 大祭司 而大祭司自己成为祭物 所以耶稣基督最后成圣 他是祭物 当然这一位麻风病人 摸到耶稣 与耶稣接触 因为耶稣摸他 于是他接触了这位圣洁的源头 所以他的不洁净就离开了 是吧 那么现在麻风病得医治了 于是你要来到祭司的面前 让祭司鉴定 那么这个第二段经文了 立位祭十四章 那边记载什么呢 麻风患者洁净之后 经过祭司的鉴定了 对 他已经捷径了 献祭了 于是这位曾经住在营外 与社群分离的麻风病人 这个时候 就可以重新回到社群中生活 你才可以跟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跟你的群体生活在一起 那么你知道 犹太人有支派的 支派下面也有族的 对不对 这种的社会结构很重要的 一个人离开了他的族人 离开了他的支派 就等于好像死了一样 现在这一位麻风病人 不能够与人群在一起生活的麻风病人 哎呀得洁净了 为什么呢触摸了最重要的圣洁源头 之后呢 之后 耶稣说 献祭给祭司看 让祭司鉴定你 暗示着从此 你可以正常生活了 本来是一个与群分离 离群独居的麻风病人 这个时候 他可以回到群体中 过社群的生活了 哇 这不是福音吗 这不是福气吗 不过 这件事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那就是 从耶稣的角度看 耶稣的角度是什么呢 啊 耶稣的角度啊 你要了解 立位记 耶稣当然是最圣洁的源头 不过 耶稣的人性的角度看 他也是人了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百分之百人 是不是啊 哇 这样子的话 立位记记载啊 凡是摸到不洁净的人 就变不洁净了 所以 从人性的角度看 耶稣摸到这个大麻风的病人 那么按照立位记 第二十二章的记载 他就不洁净 直到晚上 明白了吗 重要的讯息在后面 耶稣触摸这一个麻风病人 麻风病人得到改变 而耶稣要离群到这个旷野去祷告 你看到这里有一种 促成了麻风病人回到群体之后 而耶稣自己却必须离开群体 这个叫做福音 福音就是取代 这不是福气吗 福音就是取代 取代就是交换 怎么交换法呢 有一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 一起读一读好不好 记载在哥林多后书 第八章第九节 这句话 把很多重要福音信息都放在里面了 在新的一年开始 愿这第五个福气也临到我们 什么福气呢 一起读 你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是富有的 神为了你们的缘故 使自己成为贫穷 目的是要你们由于祂的贫穷 而成为富足 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因为祂变成贫穷 于是我们成为富足 祂本来是富足的 因为我们的贫穷 祂愿意降悲来到世上 于是用祂的富足 交换我们的贫穷 于是我们变富足 而耶稣却乐意地承担我们的贫穷 当然这里贫穷富足 不只是股票上不上市的问题 不只是保险箱有多少财物的问题 这是讲的一个属灵的地位 在耶稣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你我都承认了 我们都是不完全者 不过耶稣是一位富足完全者 祂愿意用祂的完全 交换我们的不完全 于是祂愿意为我们赎罪 使我们的罪得以被赎 于是祂付出什么呢 代价 祂的代价就是钉在十字架上 于是我们因着这个恩典 在神面前与神和好 这就是这段经文背后 这也是这段大麻风经文的背后 同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福音就是取代 什么取代呢 代价的恩典 在那个麻风病人的这个场景中 是用一个健康的取代 是用一个回到群体和离开群体 这个事件来说明这个取代 是的 为了麻风病人能够重回群体 过一个正常生活 耶稣甘愿触摸他 于是甘愿离群 甘愿成为一个暂时的孤独者 为的是使这个永恒的孤独者 进入一个永恒的群体中 经历神百姓的喜乐 这就是福音嘛 而这个福音岂不就是 五福林们最大的福吗 今天我知道在里面 在我们当中 好多朋友一直寻找新年的福气 我多么愿意用这段经文 和大家一起来思考 原来福音这种第五大福 就是一个取代的福气 耶稣的刚强取代了你我的软弱 耶稣的永恒取代了你我的短暂 耶稣的恩典 耶稣的恩典取代了你我的低潮 耶稣的福气取代了我们的绝望 这个就叫做福音 信耶稣不是你我努力修身 努力自我修持 哇 越来越进步 这个不是福音 福音是我愿意承认我的不足 来到这位完全者的面前 因着他的完全 他的丰富 使得我的贫穷被取代 于是我经历了 我本来就不配的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取代的恩典 就是代数的恩典 他代替了我们 于是我们才能经历 这五福灵门的福气 愿主带领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来到耶稣面前 好像那个不完全的麻风病人一样 主若肯 你一定能使我结晶 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一个 这一丝一毫的信心 我有困难 主若肯 一定能改变我 于是主说 我肯 人生就有一个新的改变 如何回应 求主带领 下个礼拜天 除了正常的早上的主日崇拜之外 下午就有敬礼 因为有许多人经历了这个改变 也经历了主对他说 我肯 于是他们接受耶稣 受尽归入主的名下 敬礼的仪式举行了之后 我们马上有一个布道会 求主带领你们 带领你的亲朋好友 还没信耶稣的 或者在座中你还没信主的 欢迎你下个礼拜天 不止早上来 下午进礼的时候 三点半也来 坦国财牧师要在这里传讲福音信息 让我们一起进入 五福林们的美好状态 那就是我们有一个信心 主若肯 我一定能改变 而主的回答已经写在圣经中 主怎么说的 一起说 我肯 是的 愿主带领我们过一个五福林们的信念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当我们承认自己不足 承认自己不完美 承认自己不完全 愿意来到主面前 恳求主的改变的时候 圣经给我们看见 你就是这位 用富足交换我们的贫穷 用丰盛交换我们的贫瘠 而且你是有心有力的那一位 愿意陪伴我们的那一位 因为你对我们说 我肯 主啊 恩待我们 让我们用这种信心的回应 来回应你给我们的应许 谢谢主 向我们说话 今年一年经历这一个代俗的福气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